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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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 我本身做房地产 从1988年到现在也这么多年了 31年 对 这个好像很久 因为我是1988年出生 你看 这是一个很幸运的年 没有缘分 这些活动比较多 我记得就是说 关于亚裔房地产协会 当初成立 是我们有幸邀请了 从纽约 加州 还有其他地方来的 各地的 华裔跟亚裔的 这些协会的代表 到Huston来开了一个会 那我们就决定说 要成立一个全国的 一个这样的组织 那现在 这个是哪一年成立的 这个大概是在 我想有差不多17年了 17年 亚裔地产协会已经17年了 对 2000年初 那当初会成立的 因为我在Huston 从事房地产的时候 先后成立了华人地产协会 然后觉得就说 这个除了华人以外 有其他的主意 所以我又包括了 这个亚裔的地产协会 那成立以后呢 教育就引起了 这个全国的注目 然后呢 他们就说 能不能够相继成立一个 全国的一个 亚裔地产协会 那现在这个全国的组织呢 已经有包括了 17000个会员 40个分会 遍美了这个 美国跟加拿大 所以算是 一个相当大规模 而且比较有组织的一个协会 那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要 我们联合我们的同业 相关的行业 不是只是做房地产的 像做这个建材啊 做施工啊 等等 为了就是要帮我们 这个亚裔跟我们新的移民呢 提供一个更好的服务跟平台 那这个梦想呢 就是说 只是我有幸把它创办出来 然后呢 然后很多很多的这个精英啊 开始呢 共襄盛举 然后呢 一路一路开发出来 就像我上个月 我们举办这个精英的这个 地产大会 地产大会 也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在Houston举办呢 因为Houston是一个新兴的城市 那我觉得应该像 除了Houston以外呢 像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呢 来推广我们Houston 那当然 其中一个想法就是说 我们要把这些做房地产行业的 有关的人士呢 把它聚在一起 然后呢 也感谢他们在过往的这些 所谓的贡献啊 跟他们的这个建树啊等等 因为我们常常去 赞助 奖赏别人 很少被人家来赞助的 所以我就 这个精英奖呢 就特别为了房地产业的人所举办的 那也谢谢大家的捧场 我想很多观众 包括Sky 你们都有来参加 那我觉得很荣幸 那这个 让这个第一次的活动 就有这个千人大会 又有市长 国会议员等等 来这个 包括我们的州的众议员来 给我们这个鼓励 来现场来指导 所以呢 这个都是我 在我工作之余 我认为 我有帮助到这个 我们这个 地产界 地产界啦 跟有帮助我们 这些 这个所谓的 新移民的这一块吧 那我觉得 有兴趣嘛 然后所以 越做越起劲 对 就我了解呢 精英地产大会呢 不止蒙括了在 德州 休斯顿 还有整个美国 加拿大 新加坡 中国 等等国家 联合起来的一个非常权威性的 像我们的特纳市长呢 就是说 精英地产协会就像电影中的奥斯卡奖颁奖典礼 对对对 谢谢 然后您是号召者 所以呢 也想您大概讲一下 就是 精英地产这个联盟给我们所有的颁奖人 还有获奖人一些心得 就是您是拿什么评比 就是一个什么范围 或者是像比方说这个经纪人一年要卖多少套房 或者是有多少客户 怎样一个口碑 对 实际上来讲 当然作为一个评委的方面来讲 我们是特地请了八位 这个就是有知名度的 而且有公正性的 其中包括了会计师 律师跟其他专业的人士呢 作为一个评委评选 那另外呢 我们公开的这个申请 就收这个申请表 请大家踊跃报名 那我们总共大概预定了八个项目 那其中有一项呢 是关于这个酒店跟旅馆业的 酒店和旅馆业的 对 那这一项呢我们就延到我们下一次明年办的时候再增加 因为参加人数不够多 所以说我们就有留下七项这个奖目呢 我们在这个经营奖上有颁发的 那当然 到底七项奖呢 这七项奖包括了 像你刚刚讲的 这个工薰人物啊 比如说对房地产方面 有三十年以上经验 而且对这个 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地产业 跟我们的这个房地产 跟我们的这个顾客群 另外有一定的这个贡献的 那当然还有一些我们叫做结束人物 那这些又包括就是说 年纪没有那么那么深 但是呢也有一二十年的经验 那也是就是说对我们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后进 包括我们的对我们的经纪人 开发等等都有帮助的人 所以我们不光是这个开发跟这个经纪人项目 那第三样的最主要就是 这个所谓的这个地产的这个精英奖 杰出奖 Top Agent 就是照业绩 对 去卖的房子制作 对 照业绩 然后呢也照你的这个 除了业绩以外还有一些就是说 有些人就是说风评啊 比如说顾客对你的满意度啊 等等 那这些呢都会作为这个评选的一个方式 我想请问一下 对 就是我们评选入围的是 只是我们亚裔吗 还是所有的族裔 不完全是亚裔 但是我这一次呢 当然还是以亚裔为主 大概有80%是亚裔的 因为我觉得亚裔呢 一般来讲是比较少被recognize 当然其中个原因是 亚裔的我们这些从事房地产人员 也比较可能比较谦卑吧 比较 比较谦虚 然后呢 平常都不太主动的来申请 那今天我们大会的这个邀请呢 那当然还是有一些来参加的 但是不完全是这个我们亚裔的 也包括一些美国的 跟这个其他主义的人 对 那就是这一次基因地产大会 您觉得 下一年会增加一些什么 多一些的奖项吗 我觉得会 因为所以说我也很 这个感谢很多朋友的给我的这个指教跟这个建议 那我们预备在下一年会更扩充的把它举行 那当然每一次会有每次进步 我们从这个过往的经验来学习 我想 除了奖项方面 参加的人 参加的申请人方面 我们都会积极在部署 那最主要就是说 或者是加一些什么 最佳archite 建筑设计师 室内设计师 对对对对 所有包括我们一些 这些real estate领域的 对对对 我们一定会 对对 一定会的 这一定会的 因为房地产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企业 带动很多很多不同的工业来做 我觉得一方面也对Houston 也对我们的经济会有一个影响 所以说这是我们金银奖的这个目的 那我想抛砖引玉 我们希望说能够借着这一次成功的表现 我们能够把这个活动越办越成功 然后也顺便就建立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就是说是希望能够服务顾客的平台 把各行各业的精英聚集在这里面 然后我们要想办法用一个新的模式 然后推广给这个把我们的这些从业人员做成一个大数据 推广给我们的这个顾客 然后呢 就已经这个我们这个时代的潮流 对 我觉得更加鼓励和鼓舞我们的这些经纪人们 因为今年他们拿到了奖项 我想明年的话 他们会想要争取到更多的客户 然后拿到更多的奖项 对 然后增加曝光率曝光率这些 对 是一个很好的鼓励 而且最主要就是说我们会做成一个双向的 或者多方面的 所以就是说我们不单是要用这个业绩 我们也要用这个顾客的口碑等等的评选 来选择一个最佳的国范 大家来这个争相一个良性的竞争 这是我想办这精英奖的目的 对 说到精英奖呢 我们的李雄先生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响当当的称号 刚才没有和大家讲 就是我们的Mr.Chinatown 可以说是我们休斯顿Chinatown的市长 这个是特纳先生给您的称号 不敢当 大家知道我们休斯顿的Chinatown 被誉为美国最干净最整洁 就是说绿化各方面最好的一个Chinatown 虽然我们历史不是很悠久 但是的口语和口碑是响当当的 这当然离不开我们的李雄先生 不敢当 这个真的不敢当 其实Sky我跟你讲 这个称号真的是负担很重 但是在 在1981年到休斯顿来帮忙建立起 这个休斯顿的新的中国城 那我真的是很荣幸能够参与这一项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开发 但是 81年的时候您到休斯顿的时候 这个Chinatown是一个什么样子道路啊 这要讲起这边这个中国城的这个开始 我们1981年我来这边读书求学 然后呢 那个我的舅舅跟这个休斯顿本地的一些华商啊 就创办了第一个这个中国人的超市 叫顶好超市 那时候我还在读书 然后有一方面打工啊 一方面这个求学啊 然后呢 接着下来就进入这个房地产业 那您当时来美国读书的时候是学的什么专业 我学的专业是电脑电脑咨询跟这个跟数学 这两样比较容易过关的行业 这个这个训练 但是这个成绩还不错 是最优异的成绩毕业的 那那那那但是呢 我毕业了以后呢 是Huston最不景气的时候 那时候80年的后期的油价这个跌得很惨 但是我就认为说这是一个机会 那我们就进攻这个房地产业 从加州啊 香港啊 台湾啊等等很多地方 东南亚 就说介绍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投资者到Huston 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就就说开始一方面帮忙扩建这个中国城 所以说经过这二三十年以后 许许多多的投资的人 也不是我个人 当然很多很多人到这边来 尤其是每天辛辛苦苦 兢兢业业在这边工作的餐馆啊 或者其他行业的 那有从事金融业啊像银行啊 大家都过来了 然后造成现在这个实在是来讲非常惊人的这个 也让人瞩目的一个环境 那我认为今天中国城的这个道路的拓宽 跟它街道的这个美化跟治安的改善呢 都是归功于这个一个叫西南管理区 西南管理区 对那这管理区呢是我和一些这个主要的业主 在十二十五年前成立的 那可以看得到 现在除了道路拓宽以外 街道的这个整理 跟这个招牌的这些这个换星啊等等 包括甚至呢看到国旗插满了百利大道 在国庆日的时候 那我们都有出一份力 那这个呢 对那这个西南管理区呢是您号召的 主要就是帮我们中国城 China Town这边做一些什么工作呢 西南管理区呢大概呢是这个是由州政府立案的 所以它是一个属于官方的组织 那他们呢主要是针对在一个范围内 大概十个平方英里 包括了中国城 包括了这个Houston Baptist学校 跟这个Shop Sound Mall 跟这个医院Memorial Herman 这整一整一大片的地方 都属于这个管理区里边 然后呢每一个商业的房地产的业主 会交一些很少的费用 然后呢我们组成一个这个区呢 来共同的来维护我们这边的治安 跟这个环境的清理 跟这个垃圾的这个街道的清理等等 那这些呢都是由这个管理区来做的 那由于它的功效非常好 所以各位也看到他们继续的扩展 像这个美南新闻在的地方 就是国际管理区 那那由这个 由这个李卫华先生 作为他这个区的主席 那我就是负责西南管理区 对我们是以8号为界 8号以东是属于这个西南管理区 8号以西呢是属于国际区 那这两个区呢就互相配合 所以就造成了这个百利大道 这条路的兴旺 那这也是让这个 我们亚裔的商家 应该足以为傲的 对大家知道 我们海外华侨在国外 都有一颗中国心和中国味 这个中国城呢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商家 比如说餐饮啊 按摩啊 美容啊 各方面 方方面面都非常的繁华 非常的兴容 然后对我们的生活 带来了很多的帮助 我听到有一个小故事 就是我们的百利大道呢 之前只有三条道路 嗯 然后您 向政府提出了一些请求啊 或者是帮助我们百姓 争取到了现在的四条道路 可以给我们大概讲一下 嗯 这个小故事吗 嗯 嗯 对啊 这是有一个心理过程的 那我 嗯 我记得我们 八三年 顶好超市 刚开张的时候 嗯 当然就出现一些中文招牌 然后就引起了 这个当地居民的 反对 嗯 因为他们认为 不是英文 他们很反感 那我就认识到说 我们 新的移民到这边 一定要融合 本地的 当地的居民 跟他们要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就比较主动的 开始参加 这个主流的 包括美国的这些 呃 议员啊 市长啊 跟其他们 这些的选举啊 跟他们的这些 这个 这个 所谓的支持吧 捐款啊 等等 目的就是要他们 多了解我们 那 那我就 呃 在91年的时候 被 被市长认为 这个 有史以来 第一位的亚裔的 这个叫做 Planning Commissioner 就是 呃 这个叫做 规划委员 那我就感视到了 这个 你要 在美国 呃 做这个 business 一定要跟美国的 这个 呃 他们主流通宝去做 哦 所以说 所谓的规划呢 就是要跟政府合作 哦 所以说在这个 呃 在这个 经过这个经验以后呢 呢 我就跟这个 呃 本地的几个主要的业主 跟开发商 跟 很多的商业的这个业主呢 就 呃 就 计划了成立一个 特别的一个区 哦 那那演变到今天的这个 这个新南国际 新南这个这个管理区 那现在管理区里面呢 他又配合了一个叫做 呃 这个政府的这个 这个重新规划的一个 呃 一个一个 一个规划局 那这个局呢 是可以发行债券 哦 哦 那 用债券来 呃 跟这个改良 那我当然 呃 呃 就一直努力的 希望说能够 把这个百里大道给拓宽 好 那就像刚刚Sky讲的 其实本来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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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呃 呃 双向嘛 两线两线 嗯 嗯 然后呢 那时候呢 80年后期呢 是还没有8号公路 所以后面 现在看来这边 一大部分都是都是都是空地 好 那 那 我们休斯顿城市建设特别快 对很快 那 那 他们说包括KD99那一边 都还是牧场 对对对 但是因为人口不够大量的这个增加嘛 那呃 那 那事件倒是绝对不够用的 好 但是政府呢 又没有这个预算给我们这一个区 好 所以我们就自己要想办法 好 那我就用了这个 所谓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开发局跟这个管理区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影响力跟团结 然后团结了我们这个亚裔的很多的这些商会啊组织啊活动中心啊等等 一起来跟市政府推动 所以就 这个 天使地的人和 那就预算了 总共拨下来将近五千万的 这一个预算 把这个百利大道从这个四线 脱宽到七线 那 那 对 然后七线以后呢 再把方准 就是另外一条主要干道呢 也把它拓宽了 那这两条道路的拓宽呢 当然 对我们这个 中国城的这个世贸的这个改善啊 跟美化呢 就其实很重要的目的 那但是呢 路干好以后呢 你需要维修 所以我们的新南管理区呢 就 这个被这个市政府跟州政府委托 所以说各位 你现在看到 在这个安全岛 在这个道路的这个维护 跟收垃圾等等的工作呢 都是新南管理区在做的 包括呢 警察局的一些这个服务的项目 跟这个 这个 我们 一年要花差不多将近四十万呢 要请这个 这个 这保安公司 保全公司呢 在这个主要的街道上巡逻 确保大家的安全 那这等等呢 都是由 这个管理区呢 这个 所负责来做的 所以也做了一个相当 繁重的一个工作 但是呢 我们一直在努力去做 也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跟这个 跟这个 跟合作 对 谢谢我们的李雄先生 为我们这个百利大道立下了汗马功劳 那我想请问您 当时您申请这批款项的时候 还有这个拓宽大道计划的时候 是很顺利呢 一下子就批下来了呢 还是有很多周折 当然不简单 因为每个地方都需要钱嘛 很多人就说 为什么一定要给中国城 为什么一定要给巴利大道 那您是怎么做到的 我想我们就是要不断的这个 去 操作目标去做 那HouseW前后有十年 经过了大概四任的市长 因为你从策划 到整个这个 这个画图 设计 规范 每一任市长换的时候呢 都有一个新的 对 你要把这些资料再重新再交易 重新再来 但没问题 那我就说 这个一定会 皇天不负苦人心 而且我也不断的一直要求 这个每一个业主 每一位这个支持我的朋友 每一次去跟政府请愿 或沟通的时候呢 都不是靠我一个人 都是大家的奴隶 所以说 你今天看到的实际上有 很多很多幕后的工程 来促进这个事情 那当然我们新来的人 就享受到这个福利 但是也不要忘记 实际上呢 每一样东西都是自己争取来的 那这个呢 就跟在我们工作上是一样的 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 但是呢 我们团结就是力量 对 对于我们休斯顿在哪里 哪个区域购房 比较方便生活 所以对我们的华人 对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觉得在美国买房 我觉得当然每一个人都希望说 师祖是有财 你投资房地产是最好的一个身材的工具之一 我认为休斯顿的房地产呢 你假如说跟东西两岸 他们人口特别稠密的地方去比呢 当然你就要看 每个地方升值的这个速度不太一样 但在休斯顿你也知道 人口稠密的地方 它的升值是比较高的 但是呢 我认为你在休斯顿或在美国买房呢 你不是 对我们的优势是什么 对你不是为了房子的升值去买一栋 去买一个房 你是为了你生活的品质 跟你生活的习惯 跟你的这个需要 去买一套认为你适合你居住的房子 而你只要地区不会太差 基本上呢 房地产还是会稳定的这个上升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房地产是抵抗这个 通货膨胀的最佳利器 所有的物价都在涨的时候 房子也会水涨船高的 所以你问我说什么时候 实际买最好的 房地产呢 就像他不是买一件商品 每一个房子都有每一个房子的特性 就算在同一个区里面 所以你看到一个好房子呢 实际上每个人都喜欢 你不能犹豫 你就是要下定决心 这就是要买的房 要果断 然后呢 在这个 靠一个比较信得过的 可靠的一个房地产的专业人士 帮你呢 是事半功倍的 他不是说只是帮你 开个门去看房子而已 假如新来的移民呢 他所认识的这些人脉 这些关系都是比如说要找哪一家的装修公司啊 或者产权购物公司啊等等 甚至借款啊 他都会介绍给你一个比较 他认为他比较这个有信用的 或等等的 我想这些都会帮助你 所以说这些帮助的是无形的 但这个你所获得的这个好处 也许呢 是这个应该是相当相当好的 所以说我认为 在不好的时机 一样有人赚钱 在好的时机 一样有人赔钱 那我们不要怪别人 应该要自己掌握自己的资讯 然后呢 采用一个 你跟你这个有缘的一个经纪人 或者是房地产从业的人士 我觉得这都是会造成你这个成功的因素 然后呢最主要是你的这个决断力 你的决定 但是永远不怕吃 因为我认为Houston人口呢 照这个大商会的这个数据 我们现在是650万人口 是马上变成全国第三大城市 那我们这个城市呢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土地的这个空间 所以我们的人口是上看1200万 那就想想看1200万是什么样的一个数字概念 是一个大的都会形式 我来Houston的时候是1981年 那时候的华人在Houston只有3万人 现在号称30万人 所以说呢 10倍 还是有增长的 不过是快慢的问题 那也可以看到 以现在的速度来讲 就好像你上了这个 你在等这个 这个我们说这个 在等这个 我们叫这个 这个 现在叫高 叫什么 轻轨还是高 高速公路的 高铁 高铁 那有些人等了一个钟头才到 你现在上车就是刚好时间就到了 所以timing is everything 我认为还是 Houston的前景还是相当乐观的 对 刚刚李雄先生跟我们大家讲了 我们Houston的一些发展 大家知道我们Houston是全美国 现在是第四大城市 我们有航天航空 在北边的NASA 嗯 然后我们有这边的MEDICAL CENTER 所以我们可以购房 可以选择皮尔兰 苏格兰周围 然后我们的百利大道中国城呢 就是在我们的百利尔区域 所以呢 我想问您一下 对于未来的展望 我们的中国城还会继续扩吗 或者是我们会再建第二个中国城 因为我自身居住在KATI 我们已经有了第二个KATI的Asian Town 虽然比较小 所以呢 我想让李雄先生 给我们展望一下未来 maybe 未来我们会有在各个城市 唐城 Pirula 会不会都有我们的华人的聚集地 新的中国城 我想一定会的 我想华人到Houston的这个情况 会越来越快 因为尤其是新来的移民 年轻的这一群 因为毕竟来讲 我们很多都是看着房价走 我们这边的房价目前是东西两岸的三分之一 你赚的薪水不会差三倍 那所以说中国城的这个扩展 我一直跟大家呼吁就是说 中国城不是一个地域的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范围 一个局限 它是一个 我觉得 我觉得我可以讲它是一个concept 一个名称 全世界所有的国际性的都市都有一个中国城 我们Houston既然号称是国际性都市 那当然又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中国城 那只会帮助很多的人搬到这边来 当然住在Sugarland 住在Cady 住在Peeland 那慢慢慢慢就会形成一个小的一个华人的 这一个这个比较喜欢的区域 一两个商场或怎么样情况 那这个在洛杉矶就相当普遍的 但是我觉得到后来你还是要这个 我认为将来的这个concept 就是说由于这个网路的发达 你不再局限于是在哪个地方 我们都要团结 我们都要想办法 不单是这个为中国人服务 为我们亚裔服务 甚至应该为全Houston服务 这650万人 假如每一个人都可以到我们这个亚裔 或者中国的商店里面去的话 那这个商店就更无限 所以我们西南管理区 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 推卖我们这个China Town 我们要推卖给美国人知道 这边有一个中国城 你除了西南区以外 你到了乌冷 你到了很多地方Cyprus 他们都觉得就跟达拉斯 跟其他的美国城市没有两样 但是你到了西南区你就发现 原来我们Houston是这么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城市 在我们中国城附近有110个国家的移民 有90个不同的这个语言 你才知道说中国城占了很大的这个零售面积 但实际上有各种各样的民族 包括柬埔寨 高棉 这个很多很多国家 他们都把这个作为第一站 因为亚洲的食品 跟我们亚洲所提供的这些东西 也是他们的这个主要的事物之一 所以说商机是无限的 我认为中国城的发展 就是说应该要更全面的 而且我们要 就像我讲 我跟金英讲的创办是一样的 我们要抛弃一个单打独斗的一个方式 自己跟自己打是没有用的 我们要如何的 大家联合在一起 Reach out 向外拓展我们的市场 因为我们的实力是有的 我们的能力也是有的 我常常跟我们这些 这个从事房地产的经济的 我们的这边讲 我们很多都是有高学历的 然后是over qualified的 我们做的事情绝对比他们 其他的这些美国的主义要强 那我们为什么不去争取更大的市场 更好的市场 但是一个人做力量是有限的 只要我们能够结成一体 作为一个比较强而有力的一个团体 就像亚裔地亚协会ARIA一样 那我们一样可以得到我们的应有的权利 然后选举年到了 我们不一定参选 但是一定要去投票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为了我们下一代所要争取的权益 这都是我现在目前要努力的目标 对我看到我们的亚裔在美国已经足以已经非常的强大 并且我们最新一期的那个总统选举也有我们的亚裔存在 然后呢说到我们的亚裔地产协会 其实我也是会员 并且我随李先生去年我们参加了我们的亚裔地产协会 Global在Vegas的活动 认识到了很多亚裔地产协会 我们的经纪人 包括地产开发商学到了很多东西 很有意思的是 在4月份 3月底 我随亚裔地产协会去了迪拜 我想请教您一下 您和其他的这些号召人 是什么样一个想法 会带我们这么多的经纪人走向世界 走向全国各地 我可以这样讲 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2011年我担任全美的亚裔地产协会的主席的时候 我就跟所有的会员讲 我说我们一定要走出去 所以走出去的意思就是说 我在我过去的20年里面 我常常到外面去宣传Houston 跟市长去 跟大商会去 一个人去或组团去 我永远都跟他讲说Houston有多好 但那时候不是很多人了解Houston 甚至姚明参加火箭队打球了 开始有人知道Houston 对不对 但是我就发现说 一定要把外面的市场带进来 所以说当我做全国主席的时候 我就开始想办法组团到中国 到韩国 到越南等等地方去参访 然后希望他们应该多了解美国 顺便当他看到纽约的人 看到三番市的人 看到Las Vegas的人 我就顺便把Houston就算进去了 这正在我们Houston的市民度 现在这几年 Houston已经相当有名气 都不需要再宣传 很多人都知道Houston 我认为 比如说迪拜这个活动是这样的 当我们在做全国大会的时候 我们迪拜的这些房地产的 这些开发商就听到我们这个组织 就来参加我们这个会 他们当然希望说迪拜也是希望走向国际化 他就邀请了我们地产协会 可不可以全国招商 找我们的会员去参加迪拜之旅 我们前后办了大概三遍 三次 所以Sky去的那个是大概是第三次 应该是第三回 对 每一次 比如他说150人 我们都是超额报名 200人 然后超过他们的想像 因为迪拜实在是不是很多人想去 因为不知道怎么去 第一个 我发现我们有直飞 第二 迪拜是一个属于我们不熟悉的世界 一个人去觉得好像没意思 一定要祖团去 所以祖团去 那又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所以说就造成了一个迪拜之旅 我去了之后也感觉上到这个 而且很意外的是 迪拜现在有30万的中国人在迪拜那边工作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你不去这个地方 你也不知道那边的环境 然后是一个非常漂亮 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将来有机会的话 也许还会继续办下去 对 很感谢我们亚裔地产协会 给我们这些会员的福利 去到迪拜呢 我记得我看到了很多 关于这个房地产之间的一些竞争 非常的激烈 让我感觉到就是做地产行业 是欣欣向荣 但是也有很大的压力 因为我们去参观了所有的 包括一小时车程之内的一个很小的一个city 然后也包括他最大开发商爱马公司 旗下的各一个展厅 所以呢我也想问一下李先生 对于您这么多从业这么多年 您的挑战是什么 我想挑战永远就是说 这算很多种挑战就是说 应该是自我的挑战 因为你不需要跟别人攀比 因为一山还有一山高 有些人说 哎呀 Ken 你大概做的是最大咖最好的一个 但是 不对 我要跟我自己比 对不对 我是希望说 您是怎样做到的 我就是想 你永远都要向前看 你要跟着时代的脚步走 当然你会发现说 怎么keep you busy 一直在忙 但我认为你要乐在其中 你才会觉得说你不觉得累 然后你要有结交很多新的朋友 因为也尤其是 不单是跟你同龄的 要年轻的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然后跟他们谈话 我觉得每次都有这个 学习的地方 而且我觉得你要永远要 很虚心的 要对待每一个人 我认为 这个世界的脚步越来越快 那你说我的挑战是什么 我认为当然 就要看你个人的个性 我是比较保守的 所以说我就不会说 很大胆的去冲一个项目 那所以说做项目可能不是很多 但是呢 so far很幸运 都没有一个失败的例子 当然会有了 但是不多 那这个呢 当然你要从你的失败中学习 但是你不能说因为失败你就不做 那我认为我的胆子还不够大 只要我胆子够大的话 那也许可以 会有更好的成绩 所以需要跟大家借胆 一起来做 对 对 谢谢我们李行先生 关于这次迪拜之旅呢 我觉得是对于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我们看到了各个开发商 然后各个就是地产界 大家都拿出自己最好的作品 关于到这个迪拜呢 我有一个总结 就是这样一个新兴的城市 然后一栋一栋楼盖起来并不是很容易 然后您却见证了我们休斯顿的成长 对于您来说 现在休斯顿已经很欣欣向荣 对于未来 您觉得 对于休斯顿市比较大的拆领是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新的这些楼房 house apartment都在起来 对 我觉得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环境 当然我对迪拜 我只去过一次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迪拜是他们请全国之力 他把这个地方打造成一个世界的金融中心 这也是阿拉伯世界 他们从石油中赚了很多的钱 他们希望做成他们的第二个项目 我觉得这一方面有点像Houston Houston以前都是靠油 靠石油 靠Energy 我跟市长也谈到这个问题 所谓这个问题是 一个是好问题 因为所有的能源都集中在Houston 我们是能源之都 有最大的医疗中心 那我当然有跟市长提议我的看法 但也不一定是对的 但是我们作为Houston的人 我认为我们的Challenge是说 怎么样去让我们的这个市政府 让我们的这个城市更多元化 我认为一定要走向高科技 这个科技化 而且我们跟深圳市又是台北市 我认为深圳市 这个中国的这个科技之都 我觉得应该是 是姐妹城市 姐妹城市 那这样的话应该互补 这个互相的有补助 这个希望说能够多方面能够帮助Houston 在这个科技的方面发展 我们这个市长 他也把这个科技 作为他的这个 他现在要在 要在选举了 那他的选举的口号 也是要成立一个 叫我们有一个矽谷 叫Silicon Valley 他希望把这个变成Silicon Bio 就是这个我们叫矽弯 我们以前要合嘛 对不对 他希望能够再朝这方面的发展 那我也觉得 我们应该把国内很多 新的一些想法跟产业 带到Houston来 因为我们这边成本比较低 风险比较小 而且人口再增加 像最近中国城的几个连锁店 这就是国内的品牌 我觉得这方法都很好 也许我们这个 有些这个shopping mall 也许可以国内的这些 有个新的想法 可以到这边来试试看 我就觉得 这都是我们可以将来 这个 这个 努力的目标 对 这样的话 我们休斯顿会吸引到更多的人移民到我们这边 也许像做建材的可以做一个建材层 变成一个所有的建材都集中在一个mall里面 那就方便了 很好的建议 刚才呢 和我们李行先生聊到了亚裔地产协会 聊到了精英奖 我想大家也很想知道 您开始接触到地产行业 关于您自己的一些经历 或者是您是怎样接触到地产行业 就像您说来到美国求学 有没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奋斗经历的小故事 和我们分享一下 太多太多的故事 但是当然我觉得我开始房地产行业 是在房地产最差的时候 1988年的时候 你认为说现在 我们以前看房是没有Google Map的 也没有GPS 是要翻地图的 看地图的 要打开地图 然后呢 你要一家去找寻宝一样 然后呢 那个是没有电脑的 是要用手翻的 那我想那个时候是一样要做 你认为说现在看房子 就是现在的 其实现在看房呢 这个很多的Bio都很厉害 他已经在网上看了很多了 对 那时候是没有网上看房子 所以你要一家一家看 他也许呢 要看一百栋 才买个十万块左右的房子 对 那您是怎么克服的呢 还是就是 很多的故事 到后来当然有个系统 团队 我最厉害的时候是一测一测带的 不是看一 不是一个带一个 我是一个带十个 然后呢 买房子呢 不是一间一间买的 是一条街一条街买的 那时候都是天房眼台 去贯房子刚开始的时候 卖新房 各位 那时候可能 我讲这个太早了 那时候呢 台湾有一个访问团来 带他们去看新房 一车一车带去的 一个旅车 一个车带去的 这些builder看到我 就是高兴死 他说 他说 你那都是一个人来 你是一车一车来 那当然 这是有些很好玩的事情 但是我就想说 不侷限于在一个方式 就是说你要 常常要想一些新的办法 那可能因为我是 最早做是做超市 所以可能有时候 会用超市的做法来做 但也不是完全对的 因为超市是卖一个产品 它是卖一个罐头 卖一个菜 这些东西是价钱跟这个产品 但房地产又是很独特的东西 你这个房子在这个区 可能这个房子的位置特别好 但是呢 同一个区呢 或者同一个商场呢 不是每一家店位置都特别好 只有那有几家店位置特别好 但是呢被人家拿去就没有了 一样这房子呢 你喜欢的一定位置很好 但是呢被人家买去以后 你再找同一栋可能就很难了 这就是房地产很独特的一个地方 它是有它的这个 我们讲个人的喜好 不是说一个价钱问题 价钱当然会有差别了 那这都是我 有些东西是你要去从过程中学习 那有些东西是还是要靠你自己的创新 真的这样讲 所以说每一个 每一个 就每一个年代都有每一个年代 有特殊的一些人 他做得非常好 那也是一个期 一个时期 一个时期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有 大家都有努力的空间 大家都会成功 只要你用心去做的话 而且要全职去做 你趴探做要把它做成做成的话 我想是比较难的 当然有了 但很少 那我想请问您 是不是您带了很多人买整条街 整条街的房子以后 然后赚到了很多钱 就成立了德州地产 在德州地产 不是赚了很多钱 是因为没有钱赚 才开始做房地产这个行业 因为找不到工作 我不是说我想我是做电脑 跟这个做那个专业毕业以后 Houston找不到工作 但是我想那我就要尝试 要不然就做超 做其他行业 那我觉得房地产这个行业 是因为我发现说 那时候做房地产的人不多 而且我觉得我应该 有比他们可以做更好的地方 所以我就先到了 一些比较知名的房地产公司去实习 跟他们学习 然后也跟了几个好朋友 开始就创办了德州地产 到后来有些人可能 因为这条路并不是说做房地产 或做每个行业 不是说一开始很顺的 有高有起有福的 你要经历过大概五年十年的 这样的一个 我想这样的一个 一个周期吧 你能够站稳的话 就慢慢的就平稳了 所以到后来就剩下我一个 继续在那边做 我也没有做其他行业 那些情况说 你怎么只做房地产 对 我只做房地产 我也不做贷款 我也不做保险 我什么都不会做 我只会做房地产 所以就这样一个过程 你的这个信念也是有慧眼 看到这个房地产的行业以后 会发展得非常好 欣欣向荣 对 我也觉得我相信说 第一个 Huston人口在增加 第二个有这个潜力 最主要是 我想任何行业 你只要专心的去做 我想这个只要持之以恒 一定会有成果的 这个我想是 很公平的一个事情 对 很感谢李兄先生 今天到我的节目访谈 给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么多 比较有意思的故事 然后也感谢我们的 亚裔地产协会 然后也希望我们明年的 精英地产大会 取得更加圆满的成功 然后也感谢我们李兄先生 德州地产公司 为我们众多的朋友们服务 帮我们买到好的房子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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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